大家好 欢迎来到女汉子说电影 每个女人都希望自己能嫁给爱情 可爱情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那要怎样去感受自己被爱了呢 今天小编就为大家带来一个 穷寇男和爱前女之间的爱情故事 刘家英是一个被富豪包养的富婆 没事就喜欢买买买 在她心中没有一个包包解决不了的事情 有就买两个包包 人送外号 刘买买 但她男友却已经有了家庭 不愿意做小三的刘买买果断分手了 没有了经济来源的她被宣布破产 为了还债 她便卖了自己所有的奢侈品 现在只能先用现有的房子来弄点钱了 王继伟是一个三流演员 天生爱钱如命 为了省钱 无所不用其极 人送外号 王抠抠 但因为刘买买的意外闯入 害她成为了无业游民 无处可去的她想租一间便宜的房子 于是两人就这样不期而遇了 拿到房租的刘买买 再次开启了剁手游戏 而且刷爆了信用卡 这下房子也被银行收走了 害怕被打的刘买买吓得开车逃跑 却遭遇了车祸 没有常识的王抠抠 就带她来到了医院 但她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只是一时脑子短路 无家可归的刘买买 想找自己的闺蜜想办法 没想到这些闺蜜竟然坑她 还骗她签了一个足球队 最后钱没有见到 自己反倒被赶了出来 可是当她来找王抠抠的时候 她却发现她被女友给绿了 见义勇为的她过去就是一拳 原来王抠抠为了租到便宜的房子 和前女友办了假结婚证 就这样两个人被拴在了一起 没有地方去的她们 就躲到了商场里 开始聊起了人生理想 还一起睡觉 之后刘买买就到各大公司应聘 王抠抠就到处找房子 可没有工作经验的刘买买 和抠门的王抠抠 当然是一事无成 之后刘买买想到了 倒买鸡蛋的点子 可她根本就不是做生意的料 于是在王抠抠的帮助下 她的鸡蛋变成了崎岖蛋 赚了一大笔钱 可刚赚了点钱 刘买买就开始作了 于是她们就被商场的保安发现了 再一次成了无家可归的一对家人 之后两人来到了 可以提供暖气的电影院想办法 有生意头脑的王抠抠 想到了两人合作卖盒饭的生意 她还拿出了30万的投资金 就这样她们开始了 像模像样的同居生活 开心的她们还聊到了嫁人的问题 刘买买说 自己一定要收到一个21克拉的钻戒 才肯结婚 而王抠抠也开玩笑说 自己争取给她买一个 然后她们的合饭生意也开张了 这时 刘买买投资的足球生意也赚钱了 但她的坑闺蜜 当然不肯把这些钱给她了 并且把她一个人留在了孤岛上 手机也扔到了水里 最后还是王抠抠查到手机定位 才找到了她 再知道真相的王抠抠 打算让她把这些钱全部捐出去 最后 在王抠抠裸奔的帮助下 她们的计划顺利实施 但是她们也因为扰乱公共秩序 被警察叫到了警察局 可她们竟然公开在警察局里秀恩爱 而王抠抠也因为裸奔事件上了热搜 被剧组邀请回去了 就在两人甜甜蜜蜜交往的时候 刘买买加入了沙特国籍的前男友回来了 还想带走她 爱上王抠抠的刘买买 怎么可能会跟她走 但这时 她们却因为做了没炒熟的荷兰豆 让客人食物中毒 还被要求赔偿200万 这200万对于她们来说就是灭顶之灾 于是刘买买就找前男友帮忙 前男友虽然答应帮忙 但要求她跟自己一起走 就这样 刘买买痛苦地和王抠抠提出了分手 虽然王抠抠答应改变自己抠门的习惯 但刘买买还是和前男友走了 多年以后 王抠抠事业有成 于是决定在家里拍个party庆祝 却意外在菜市场遇到了刘买买 就这样 友情人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其实喜欢一个人是没有理由的 你会为你爱的人而改变 这无关你的兴趣与职业 只因为你喜欢 你就会为他而改变 感谢收看本期的视频 喜欢的不要忘记关注转发哦